教你一招 初学泰拳的爱好者呢 怎么样去辨别一个老师的拳打得对与不对 适不适合你 适合你就是最好的 生活无数不太极 享受太极享受生活 我是泰鸡飞飞 初学泰拳爱好者呢 如何辨别一个老师的拳打得对不对 如何去寻找一个好的老师 下面呢我们一说三个小方法 看完你就能按这个方法去寻找一个好的老师了 第一个呢就是一上来 老师就从套路开始教你 让你手到哪脚到哪 跟你说呢 东西要管住手 要沉肩坠肘 要弃沉丹田等等这些神法 但是呢你是无法做到的 因为你是初学者 身上的连基本的肩价结构都没有 怎么能做到呢 是无法做到的 让你拳打万变 拳打万变 你只是熟能生巧 并不能起义自现 一个好的老师 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在最后给你一个答案 第二呢 不要看这个老师拳打得有多漂亮 有多舒展大方 架的有多低 你要盯住他 那两个膝盖就可以了 如果他在打拳的时候 你看他两个膝盖 是不是忘动了 是不是过脚尖了 是不是把重量全压在膝盖上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要走开 千万不要给这样的老师学习 特赛打的是一个太极武 如果你长时间是这样练习的话 你的膝盖就会造成的血伤 第三呢 就是老师确实有功夫 打得也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样的老师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不会教人方法不得当 因为我也预兆过 教你啊 到这 到这 这个这样 那个那样 然后呢 比如这是揽扎衣 就往前一拥 就行了 教你是往前一拥 到底怎么拥呢 里边的运行的路线呢 进法呢 不会表达 表达不出来 这样的老师 虽然他本身打得好 功夫好 但是呢 与你无关 一个好的老师 教学生呢 首先让他从基本功 装功 开始学习 比如让你站站 混元装 摆装之王的 混元装 上下矛盾装 让你单式的练习 再教你几个松身的小方法 让你身上呢 有了基本的肩胛结构 后面再去教你太极拳的套路 教你套路呢 也不是简单的 就是手当的 脚当的 他会给你说呢 这一式里边一个动作 起点在哪 运行的路线 静点在哪 这式的攻防含义 再给你渗透一些权力权乏 遇到这样的老师 千万不要错过 这就是一个 能教你的一个好的老师 我说的这三个方法 对你找老师 是否有帮助呢 欢迎你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 太极拳 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